李主持人 剛剛李主持人提到的是 上次的劉凱老師談 大概是二十四節氣裡面的一些壽語 我比較講的是 因為我的標誌叫做建築封審 因為在座可能有同學 想修過我的封審課 我每次談這個啊 我都很想親 因為我真的不是江戸殊師 還不然我不會穿這個樣子 剛剛應該換一聲打慢 所以必須要先釐清 而且短短這兩個小時的時間 在大山有一個課 楊仔行法大藥 那個課就算談一個學期 可能都只談到 傳統看醫學的誓分機不大 因為我們陰仔不來看 陰仔不來 楊仔的行法不談 就是看羅漢那個領域 就是看方位的領域 我們也不談 因為那個很容易落入玄學 我常常覺得這個 進行這個領域越久啊 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覺得神秘跟神聖 一支支差 差一千兩地 一件事情 同樣一件事情 一不小心就會滑入神秘 變成玄學 可是如果走到正確的路 它可能變成是一個很神聖的事情 就是 它可能是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很珍貴的事情 中國幾千年來太多人流入神秘主義的部分去 不管是在宗教裡面 或者所謂的武術的課裡面 我對這個事情都很可惜 我最近也在上課 我最近當老師當了二十幾年 我最近在當學生 跟黃正華老師學一經 這個禮拜三晚上 前兩天我才上課 來講這個各種畫像 那 從那裡面又吸取到很多東西 但是不見得不夠在現在 他們都看得出來 我覺得黃老師真的是高層莫層 而且整個感覺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覺得跟他有點距離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 又到另外一境界了 感覺上是因為 就是 喝愛可欽笑的滿面 在台北的鳳雲書院 在談這個遺境 我覺得把 中國的東西 談到這個層面上來 有時候才能真正 看到一些 比較真實具體的 實在的東西 那今天 要談這個建築風水 我就有點害怕 就因為 每次談這個啊 我 各位大家很多都知道 我也是建築師 我常常碰到風水師 碰到我時候 我都是轟轟靜靜的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角度 只要沒有風水師 我都都喊風水 只要風水師出現 我就跟他喊風水 他們之後大概幾乎滿90以上 大概都會聽我的 原因很簡單 就是 我剛剛講說神秘跟神聖 一致之差 千壤之平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人太追求快速 方便 最好能夠一陣見效 所以 現在的這個 江湖術師啊 談得非常簡單 然後把一個 應該是 沒那麼簡單的事情 用一兩句話都帶過 就直接說 江湖術師 沒有很多人相信 也不知道這種一回事 可是 當你如果了解 他真正的這個 背後的意義的時候 其實 東哥一定都知道 他都知道 我們都 我們了解這個事情 都在能夠 信口失望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那 我知道這個是 幫忙 這邊主要支持的一個 設計單位 我剛好有一個朋友 住在這個 最近 我建築叫洛塞 就在 竹北 兩柱頂樓 樓中樓來一塊 那 他每次都發著 賴給我說 多好多 這樣子 然後又在釣樹 樹又重新再釣上去 然後 那些雖然蚊子很多 可是感覺很好 蚊子很多 這個 有時候我去 好像也蠻多的 不過我覺得 還不錯 有時候城市裡面 要找到蚊子多的地方 天然的 還不太容易 那 整個建築的感覺就是 這個 氣場很順 而且 生期盼 最近 很多包裝大 在報導這棟建築物 好像很多人去參觀 然後最近又弄一個 比較適合院的 適合院的二期 都在二期 我都去看了一下 我覺得這些都很好 因為江維老師也是我們西藏很 常到我們西藏 那邊有 沒有 沒有 很老嗎 沒關係 還有不敢講 現在成就非常好 他說大我第一次 你想可以 他大我是我 大我第一次 他本來就很有工 他在做第一設計 不得了 他做什麼 做中心心村 中心心村的一個改建計畫 那 我都很少碰到這樣的學生 他可以帶著錄音機 到現場去錄音那個 聰明秒教的聲音 回來後 會有幾秒教 就討論這件事情 就到現場去 早上也去錄 晚上也去錄 我說他在當學生的時候 有時候 當老師當上學的時候很感動 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未來必然有一個 一番的局面出來 在年輕的時候看得到 好 我們話禮拜講太遠 然後回到我們那些主題上 我今天只要講一件事情而已 我覺得兩個小時 真的時間很短 沒辦法講太多 其實我的聽音不是這個 我只要講他四個字 叫 明珠再懷 前面的標題是 說 從桃花園記 這個 我上過課 聽我稍微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 中國這個桃花園記 講的是 一個文人 他講的一個 所謂的美好的 非常舒適的一個居住環境 描述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之後常常會講說 一個好的生活空間 好的居住環境 好的這樣的一種份 叫做桃花園 我們之後就 把桃花園就三個字 來形容這樣的份 那 為什麼用這個 這兩個把他結合在一起 因為 陶淵明肯定不是江湖書 陶淵明肯定不是談風水 絕對不是 他是一個文人 可是 在他眼裡所談的 文字脈絡裡面所握露出來的 好的居住環境 其實跟風水裡面講的東西 是一樣的 只是用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稱 不同的思考脈絡 來形容那件事情 後面怎麼說 我們在談 不過 中國還有一個四個字 叫做明珠在談 這個四個字 要詮釋 有點麻煩 因為 人談的程序非常高 那我把它喊低一點 喊低一點 就是我常常要形容 像我隔離187公分 這個這麼大字 然後 走路有風 其實走路有風 就是因為人的 個子大小的問題 是一個隔絕的問題 上午後 有另外聽我講過 中國 中國人他講 人體有一個 有一個器材 其中有一個點 就是在我們的 這個正中的地方 叫做 譚東雀 這譚東雀 現在已經證實了 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力量在流動 逆磁中方向在流動 所以 當我們人很近的時候 我們人很近 靜靜的站就可以 因為就是一個 在晃動 現在不是你在晃 是那個氣場的晃動 在晃動 所以 我們常常講 明珠在懷 那個寶牆 第一點 那個懷就在前方這個地方 成為懷 我常常這樣形容 說 中國人黨太體權 其實就在運作那個懷的氣場 他絕對不是臥實的 他是在運作那個虛的 中國人 中國人重虛而輕視 我們需要這樣講 中國人真的重虛而輕視 西方人如果不了解中國的這個觀念 會覺得中國人很奇怪 三千年改的方式 三千年來沒什麼改變 如果大家有看書 考證 商周 殷商時期的建築物 跟現在的建築物 也不過就是精緻性 跟裝飾性 多少而已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樣子 我講的一個樣子是 就是三合院 就是合院 中國人會要合院 要三千年 西方人視為 中國人不懂建築 我想是五點 不懂建築 不知求變 如同兒戲 三國有課我都會講過這個 可是你如果真的了解中國建築 中國人就是要那個虛 要那個虛 看一句裡面 把中庭 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很特別 叫做天心 跟那個明星的名字一模一樣 叫天心 所以中庭叫天的心 我講慢一點是 希望各位體會這個感覺 其實 合院空間的中庭 就是 合院建築的明珠 我剛講明珠在懷 其實三百個月是一個人體的空間 人體的 整體的一種內體的一種關係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人體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懷就在這裡 明珠在懷 所以 不管是人 走路的時候 你這邊有一個明珠 你就會有一種樣子 如果你那個明珠不見了 你就往腰脫背 樣子有餘 如果你那個明珠太膨脹了 你就有點狼手迫 也不太適當 一樣 大家現在坐在這裡 如果你有個明珠 你自然坐起來 不管你一直長什麼樣子 你會有個樣子 當你想睡覺的時候 那個明珠就消失掉了 不是 那個明珠又有你在哪裡 中文重視那個明珠 我在講這個意思是 這件事情不只是在 看醫學 不只是在傳統建築 不只是在文人所講的 甚至在此路上 不只是洞房子 其實做一個太司儀就是 民族在 德國之後做個太司儀就是 就是這樣子 四平八為 那個明珠就在這裡 一張椅子是 一個暗座也是 一個空間 背後石牆 兩側石牆 前面開場 一個事 也是 一個三個月 三個月座落的 山水行事 也是民族在哪 也是民族在哪 一個觀念 可以通測到 從一張椅子 到一個山水行事 一個觀念 可以透測到 一個人 跟到文人所形容的 一種關係上面 我現在重點在講 這件事情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個講完之後 大家一定不會看風水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那個格局要掌握到 就用兩個小時 講這件事情 大概比什麼 不重要 因為技術性的事情 不太容易在兩個小時 在講完 那我希望這兩個小時 給各位一點觀念 這個觀念 其實大概就會看風水 我上次 我上風水課的時候 當然舉一個例子 就是當你有個辦公室 比如說現在 以這個空間來講 為什麼 我們講話 你在這裡 都會坐在那裡 然後不需要留意 這樣的空間 其實這裡面 都有一種虛實的關係 都不斷的在存在這件事情 那後面 我有舉一些例子 就是大家比較 容易理解的 因為有圖片 或者比較清楚 重點是 在講這四個字 在講這四個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人文的觀點 因為 它一直都 就是說 不只是一個 看語學的說法 我常常強調 它雖然是 看語學的說法 是用不同的名稱說的 好 學心腹清潮初年裡面的書 開義學的書 裡面寫到這個五字 提 第一 賦予忍者 體現在人體身上 有百害九竅 就是我們講的經絡 學道 這個 所有的 中醫 中國醫學所講的 在人體上面的經驗 叫百害九竅 而行著於異準 就是 這件事情 如果 宇宙萬物有一個 本體 有一個最根本的力量 有一個最根本的 那個整體的關係 落實在人體上 我們稱為百害九竅 百害九竅 所以中醫講的是 百害九竅 講的是 經絡 講的是氣的一種關係 不是在講說 乾脆什麼 乾脆又變成乾脆 都不同的解讀 這我們就不細談 可是這件事情 如果落實在實質環境上面 叫做千萬學千三 你說這件事情要講什麼 講的是說 中文常常講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其實 你跟所有天地萬物 是一體 是一體 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這個 宇宙有一種 有一種特殊的現象 宇宙天地 當中有各種特殊現象 我們說也會為一個人 我們說就是 萬物之靈 我曾經跟各位講過 戒指 虛擬 戒指 就是一個小種子 一個 一個小菜種子 其實他就是一個虛擬 他就是一個 完整的天 然後 我一直覺得大致在有一個特性 就是 我們做生意的人 常常會這樣思考 就是 老師們 當然帶過很多低年級的同學 很多人重視這個 個人的創意 各樣的觀點 各樣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必要的 我們到達一個階段之後 你會發現 這些事情 又回到另外一件層面上 就是 你可能不太重視個人的東西 而重視的是一個整體的關係 就是 所有天地 所有的現象 都個別存在 昂然獨立 可是整體卻混染一體 我昨天更重要的是 後面那個混染一體 就是 個別的存在 個別的現象 必須要再建立在一個整體裡面 而整個天地之靈就是一個整體 萬物生長 就是 各種生長 就是整體上是一個治 總是各人的創造之欲 這件事情 會更重要 所以 這個現象 我們在現在的 談建築 談環境的觀念裡面 其實 現在西方可以講這個事情 所以我相信 綠建築只是一個很小的基礎性的部分 真的要談到 這個 與自然合一 萬物合一 這件事情 其實 絕對不只這個場面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談這個 講座 我想 無非這個佳先生就是想要去 在這邊做到一些事情 所有這些事情你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 包含洛杉 以後就現場去了洛杉 當中的祝辣品 對吧 其實我認為洛杉 是沒有形式可言 它就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講的叫做簡約 就是很簡單 可是簡單裡面 其實還在捕捉一些事情 這個事情 就是 跟節氣有關 跟自然有關 有時候 把那個形隱藏起來 反而更容易捕捉到 所有的一切 就是我們的受訓過程 常常會 強調的行 我覺得 當然這個是必要的過程 當然這個過程之後 我們要回到 然後我們要回到另外一個場面上來看 所以 當你心中無形的時候 那個出來那個形 才是真正的形 如果你心中一定有一個形 那個出來的可能就是 你這個形 而不是 溫暖一體的形 那 我希望這個 這個說法 能夠 讓大家在思考設計的時候 那為什麼它這個 因為 中午天就是要來 中午天就是要那個 那個 明珠 它只是要那個明珠而已 所有的建築 只是為了要能夠 揮索那個明珠 所以建築前的揮索明珠就好 它當什麼樣子 沒什麼關係 我講的是不同尺度的都一樣 都一樣 韓運學裡面的這個 軟頭汗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子 剛剛講 四合約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是一個人的概念 所以你看 看風水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這種 這種逆人 我剛剛講的意思是 一個菜種子都是一個天地 都是一個虛擬 更何況我們一個人 佛家獎上在講說 所以 講聽說法的時候 就是 人本身就去佛性 他都這樣說 所以我們人本身就有一種 感知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感知的能力 是 重於 所有一切的法 呃 我現在常說 我今天不知道交風水 因為 如果交風水 如果交風水 講不完 三元派 三合派 九公非禍 八宅明珍 一大堆各種 各種能法 可是 回歸到最後 還是回到你自己 這個人 到一個空間 到一個環境 你能不能掌握到一些事情 你能不能感知到一些事情 這裡面 感知的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 你把那個環境 淚比彩 就是你 也就是 所有的環境 是有感情的 所有的環境 是有心靈交流的 所有的環境 會跟你對話的 如果你找到這個對話 一棵樹 一棵石頭 所有的周邊的地形地貌 或者看遠處的所有的山形水勢 如果你可以看得出那個對話關係 洗手 其實就掌握到脈絡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什麼多重要 我在上個常常講 一年級的時候 常常老師說要做經濟分析 他也有從東北下來 往西邊走 這邊有噪音 那邊沒噪音 那邊路比較大 那邊路比較小 其實那個都是很具體的 那個都是很簡單的 跟中央學 你能不能找到 我剛剛講的一件事 你能不能跟那個土地對話 你能不能跟那幾棵樹對話 你能不能跟那個環境對話 你找到那個感動 那種觸動你的關係 我覺得你就可以做一套設計 但是那個關係可能存在於一種不具體的現象 我們一般講氣 我在上個課的時候 常常講那個氣不是這個字 中國人講的氣不是這個字 中國人講的氣不是這個字 中國人講的氣是那個烏火的字 其實應該是這個字 應該是這個字 就是 那個氣的意思 不是一般的能力的空氣 是一個流動的氣 不是 他是一種精神 一種散發 一種精神 一種散發 所以我在講這個時候 我都會常常在想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其實 如果到 大家如果常常接觸這種事情 常常去 常常去嘗試捕捉這個 你都會有發現 做設計的 你自然來就會弄成這個 你到現場去 你大概就會感知到一些事情 然後你去捕捉這個事情 把這些事情做進去設計裡面 不是 你要不要跟業主講 不用講 講了 他會去另外找風水師 因為你是建築師 不是風水師 那講了本來找麻煩 所以 環境的一種感覺 環境的感知 包含 大家在學校裡面進進出出 我在上課 剛剛講的學校的風水 大家學校裡面進進出出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從中情樓 一樓 從小學生巷 到高正來 如果那個整個的過程 是說我要來上一堂課 所以你就一進門 就上電梯 八樓 八樓就走到八零四 就坐下來 然後就可以上課 就算你不用的東西 其實這個過程是 那時候 我上次提醒大家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學校是大陸蟲 可能你在這邊幹了三四年 都不知道我們學校是大陸蟲 我們學校真的是大陸蟲 而且衝的很嚴重 本來沒有幹那個水牆的時候 就是那個聰明具 還叫做穿巾 直接穿過去 直接到機場裡 就一發很多咳嗽出來 不一定要講 就直接要過去 就是 那個整個感覺沒有續起來 我們一般講 氣要續起來 就是要有個明珠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 那個氣可能要續在這裡 所以 塑造一個 能夠違和 能夠形成一種促群的關係 而形成一種虛空間的 這種違和關係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所有的 很多的設計規劃 基本上 真的這個是有點問題 尤其是樓下的都市計畫系 我還在講 對不起 再走過來 不然會寫這個計畫 因為我們今天學的都市計畫 是西方的概念 真的 中國傳統的城市 除了政治中心之外 幾乎沒有一條路是指的 我剛才講 除了政治中心 北京的利用 基本上是沒有遲路的 都是彎彎的 因為彎彎才能夠蓄起 偏偏往下的都市計畫 一定要指 不指的話 就做環路 反正都是幾何概念 這個概念 其實在整個 騎場的掌握上 有一點 有一點狀況 之後我們只能用建築 這樣把它拉回來一點點 這就很太遠 我現在看到這裡 好 其實傳統的合約 對 傳統的合約 就是這個樣子 北京的典型四合約 只是說它比較 完整一點 有些比較簡單 有些比較 更複雜 好幾近 台灣都有七近的建築 其實都在做這件事情 都只在做這件事 所有的事情 只在圍縮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天珠 天心 明珠 我從 在這邊的建築 明珠起了幾年的時候 我在學傳統的建築 還在上課的時候 我最近一直有個夢想 到這邊沒實現 我希望 我為了輸出 是一個四合約 到這裡沒實現 太難了 不過我覺得 當晚有點像 當晚應該出去 有一個水堂 對不對 然後 我 這樣跟花了很多 在上面 我覺得蠻好的 那個感覺也有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空間 我相信 明珠祖之間的 是非常合心 白紫江四桌 也就在這裡 就在一起設計 這裡面搞不好 各位 有個魯班 各位 魯班 人家魯班 那個魯班 我們 我們在殭屍路 都會派魯班 每一個不同的行業 都會有 不同的性能神 後面就住的地方 員工也就住後面 我覺得 沒有 這是這件事情 總統常常講 不管大小 只要我有一座 河院 我就擁有 一片地 和一片天 我覺得這個 非常重要 現在人住的空間 就缺乏 地跟天 擁有天地 人就在天地當中 接下來 參與他 如果你是住在一個 榮子裡面 每天每地 可是我們現在的 垂直性的 集合住在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所以才會發展出 所謂的垂直變化 盡量去把它抓回來 其實 那骨子裡 還是要把那個天的感覺 抓回來 能夠更透徹的是 有什麼方式 當然現在已經有這些方式了 還有沒有回頭的方式 那他的目的 不是只是說 在上面 陽台上做那麼素額 我覺得不只是這樣子 是透過這件事情 把那個天的感覺 抓回來 家裡面來 雖然我們 頭頂上不抓不到 我們從另外一個方向來掌握 其實我覺得 要把那個 天的氣息掌握回來 所以 如果要思考這個事情 我覺得 可能有很多可能出來 如果你只是說 把陽台綠岸看綠岸 我覺得這個意思是不夠 當然 如果你再把天的感覺 抓回來 他還能夠分到方位的問題 還能夠分到節氣的問題 甚至分到樹種的問題 還能夠分到這個空間 跟室內空間的關係的問題 這可能都有待 之後 好好討論 不過我強調的是說 要把那個天的感覺 抓回來 抓回來 好 後面有些例子 這個東西 我在上次上次講 其實中國人很習慣 大家就是要四合院 一片 北京是這樣子 南方也是這樣子 當然中國有很多奇怪的建築物 包含西藏的 包含橄欖式建築物 都有 而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主要的一種各種形式 甚至連這種都有 其實它就是合院空間 好 我在上課 有一個時候常放這一張 就是 這個是一個 一個雅手 一個官式建築的一個配置 旁邊是一個刊語學的書裡面的圖 所以你們會發現啊 中國人看事情就是這樣子 常常講說 中國有一個 中國的現象有一種 有中國的通 就是 一件事情 它就可以通所有合同的成績 中國要的建築的形式 其實跟中國要的山卵 山水關係的形式 是一樣的 就是 這個是山水關係 這個是山 這個是水 就是 一個房子 就是一個山 所以它在塑造的空間啊 是一個群的關係 而不是一個 單動建築的關係 想到這裡我就覺得 我前天禮拜三 才從一個大陸回來 我這邊常常去大陸 一個 也因為這樣所以 沒辦法分認 就是 時間不夠 大陸就有一個現象 大陸的案子都很習慣 他們的土地的單位 叫做十萬五萬公司 聽清楚啊 十萬平方公司 他們叫小區啊 阿尼哥叫小區 啊 什麼什麼小區 我們這個小區 有十二萬平方公司 那邊 有一個大一點的 十六萬平方公司 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小區就是一片 有時候我們常常 我常常覺得說 碰到那個案子 你才有可操作這件事情 台灣很大 台灣大概就是 Single Building 就是獨立的建築 你要做出一個群的關係 除非你做個月數 要不然如果在大陸裡面 當然很困難 所以 不同的案子 都要不同的一個 掌握的場面 那 我在當中那邊 只要碰到那個十萬平方公司 大概不斷 大概有新的東西進去 不過 我覺得 這件事情 都一樣 大家都很及格 具體實質的 建築裡面 到底能夠 散發出什麼樣的一個 人物內在的 內涵在裡面 而能夠說不死 而能夠彈出一個案子的 一種精神 跟一種感覺 我覺得 在做很多學設計啊 應該要把這個部分 來帶進去 做設計一定要這個部分 要辦一個 是一個公主 那我講這個詞是說 它的做法 這個是一個 風水源很簡單的講法 這棟房子 這只是代表而已 其實它就是一個三合院 它裡面是一個三合院 它三處的關係 也是三合院 合院本是三合院 只是 這個 明珠在這裡 這個山水形式的明珠 在這裡 明珠不一樣 尺度不同 城市不同 更重要的是 後面 後面 我們在這裡 這個後面 最後 找到一個昆仑 談 那我不談了 總之 中國認為 所有的空間 背後 只有一個源頭 這個源頭是什麼 就看你這棟建築物 這個源頭是什麼 就是你這棟建築物的 隔壁的大廈 所以我常常說 大家如果看好的風水建築 很簡單啦 少看明珠 基本上 宗教建築佔很多 你知道我會講 在台灣有哪些 下一次如果大家有機會去 到這些地方去 就特別注意我講的事情 其實很多好的風水的點 都是宗教建築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忍住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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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格局太大了 我們人 畢竟是一個小人而已 我說一個小小的人 小小的人 所以有時候大格局 他要打對象 不相稱也不行 那這個是 我只是給各位看 其實還是這樣的關係 也是這種關係 這個是另外一個 色的 古書上是那樣寫的 古書上是那樣寫的 其實古圖上畫的山寫是這個樣子 也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你後面有一個源頭 為什麼講這個 我剛才講這邊有個檔隆穴 其實人體裡面最重要的穴道 還有一個穴道 就是最上面這裡 就是那個穴 就是 剛剛都是這樣 體戶與人者有百派九橋 行坐與地者有萬學千上 其實那個架構是一樣的 我們剛剛講說 黃河之水天上白 那個山是無限延伸 人體上就是上面這個穴穴 上面有個穴道 小時候的時候 小孩子還小的時候 他會跳洞 慢慢長大 就頭部就蓋起來 就看不到 上面這個穴道是很重要的 這個東西是磁通天的 磁通天的 像我最近覺得還蠻好的 開始突破 這個瓶子還是這樣 還是不太背心 所以很奇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有時候你靜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 這上面這個頭髮有點在 凍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有這種經驗 還有一個經驗 如果你有打坐 或者你有打太極拳 或者你會怎麼打 結束之後 你會發現 你會感覺到你的手掌 不太容易握 因為這邊有氣場 有這種經驗嗎 沒關係慢慢來 我年輕的時候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你會覺得你的手掌有一個氣場 所以你不太 你覺得很自然 你會過虛掌 你叫虛掌 你會發現中國的功夫是虛掌 而西方是十拳 叫拳擊 就完全不同 這裡也有一個小明珠 這裡有一個大明珠 外圍的三權行使 更大的明珠 中國不斷在找到這裡 其實就是虛的工作 那個虛有可能 好 哇這裡面要講什麼 跳過好了 藏經裡面講一句話 說藏者 就是我先講一下 就是鷹掌 因為藏 沒辦法一點 因為中國的漢義區 一開始是談鷹掌 漢朝的時候 基本上是鷹掌 漢中印 到唐朝才開始是談鷹掌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談鷹掌 那 雖然我們要談鷹掌 可是還在運用 因為有些說法是一樣的 什麼樣 找一個好的地方 來把祖先安藏在哪裡 很簡單 就是成生起 三個字 你只要掌握到一種 大自然的氣感的地方 而那個氣感跟 你這個祖先 或者你感覺那個氣感 是一個好的氣場 你就把它安藏下去 我先講 我現在講的這個是很早以前的說法 郭普是唐朝人 郭普是晉朝人 那時候講的風景 就這麼簡單 就只要成生起 問題來 這個做法 這個說法 衍生到今天 各種門派 有各種不同的法 中國都是這樣子 當然 道家也是很簡單 到最後道教 就會變成生 各種不同的法 其實佛家 也一樣多用 時間久了 就有這種現象 可是我們做到原始 他就講三個字 叫長生起 我現在把最原始的字 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 藏經裡面說 藏者長生起也 然後 浮陰陽二氣 逼而為風 生而為雨 降而為雨 行物地中 而為生氣 生氣行物地中 發而生半物 這是原始的文字 其實他講的很簡單 這個意思是說 所有宇宙天地 有一個氣感 所有大智能的現象 都是因為這個氣感的作用而產生的 第一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 這裡面 他至少談到兩個 一個是地上的氣感 一個是地下的 我們叫做天氣跟地氣感 所有的氣候現象 其實就是這個氣感的一種 一種作用 不管是一也好 生而也好 這樣也好 我覺得中國古代的 我們這些仙人 會講幾個氣 我卻需要講這個 怎麼去觀察一個 在不同的時間上面 不同的段落上面 產生一種天的一種現象的改變 把這個改變給予我統合名昌 而讓整個一年下來 有二十四種斷落 二十四種說法 還要呈現了一個 自然的一種循環關係 自然循環關係 風水裡面 比較簡單 一開始很簡單 就是這樣 大字要叫天氣跟地氣 就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要講的是 那這件事情怎麼落實 怎麼落實 開運水裡面 一開始很簡單 我一直強調 一開始都很簡單 有時候追到源頭 那才是最無數最真實的狀況 大字還很簡單 剛剛都講 行左於地者有萬水千山 所以天氣跟地氣 它怎麼樣去體現 在傳統開運水裡面很簡單 用水 來檢視天氣 用水 用山 來檢視地氣 就這麼簡單 就是 我們講 耶利亞 因為山不動 水會動 從大的尺度上來講 其實大字彈就是山水螺子而成 人造 不要看 人造在大字彈裡面都是 非常小的東西 大尺度來看 其實就是山跟水 一個不動 山是不動的 一個是水是在流動 叫水 所以山 我們古書上講說 山性 靜 山的性質是靜的 靜屬陰 屬陰 而水性 水性是動的 一個靜就動 屬陽 所以山性靜屬陰 跪在洞處 如果山洞 就要靜屬陰 一樣 水性 動 屬陽 跪在靜中 為什麼 中國人喜歡水性靜太 中國人不喜歡瀑布啊 風景區 平常別論 你看看 所有的中國的傳統原林 基本上 原林的水性 基本上 主要都是靜太的 都是靜太的 其他廣東有一個人 其他廣事院 看不到 佐政院那麼大片 也不過在你看山洞 沒有一個小瀑布 其他人也沒有 基本上中國也叫做 靜的水面 可是那個水是不是 是水 不是 水是動的 山是靜的 要去動 大概就我們今天講的 剛剛在講說 太極裡面叫 陽中取印 陰中有印 這個說法 我只是衍生到講說 這個說法 其實他講的就是一個對應關係 就是 大自然的這些現象 我們具體看到的是 天啟的一種作用 而這個作用 在風水裡面講的是 用水來看 不管是 風 雨 雲 你們發現這三個字裡面 有兩個字跟水有關 一個是 雨跟雲 那風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一般俗稱 把看醫學成為 風水風水的說法 因為 看醫學裡面有兩大要素 一個要素 應該是 誰是這個 風 我現在會講一下 風其實是負面因素 太過了不行 太少了也不行 要下大法術 要下大法術 這有點難形容 我們一般講 風生睡起 風生睡起 其實我們講蓄氣啊 我也可能就是 不要讓風吹氣散 所以你會發現啊 在澎谷的三個月 那個房子特別高 而天井 那個比例跟在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的中庭的尺度比較扁破 而在澎谷那個什麼 我們說一顆硬式建築 那個中庭是比較窄的 比較高的 因為海風大 氣場 氣場 為了維持一個 那個氣場 明珠的一種氣場 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我要講快一點 我要講快一點 要不然我要講一起 來 這個是 古書上說的 是怎麼樣看 我沒辦法細講 因為時間不多 就是他說 生氣自然 就是水 就是 有水一保之 有水一戒之 有沙一味之戶 風一善之 這個沙其實就是山 你看水能夠保氣 能夠戒氣 那個山只是在 互衛一個氣場而已 然後最後的目的是 不要讓風切山 所以路路到半天 山有一個很重要的角度 就是要因為水所帶來的天氣 就是 就這個意思 而且不能風吹氣散 所以一般講風水 風水其實 水基本上是一個 比較正面的因素 或者風水的比較負面的因素 這兩個因素很重要 好 這個我還是要簡單說一下 我們一般講陰宅的 陽宅的 因為這陰宅的 如果我們以前古代表土葬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都葬葬 我的父親也是一樣 都是 現在都不照土葬 以前土葬 不會知道那個 如果他要接觸所謂陰宅的說法 其實那個點 就是一個點而已 就是一個點 要很精準 因為 一個一落下去就是那個點 可是在陽宅裡面不是 羊宅是 羊宅的 比較重是面 比較重是面 那陰宅要非常精準 就是那個點 那我現在其實在講 它有什麼差別 陰宅因為落地 所以陰宅重地氣 而陽宅重天氣 因為陽宅在地上 所以我們很重視沙 沙就是小山頭 很重視那個水 跟我們可能什麼關係 因為就在地面沙 可是我們不太重視 比較不重視那個山 比較融脈 因為大部分住的地方 都不在山裡面 都在那個平地上 大部分真的大部分 假如各位有機會做住別墅 你可能在山裡面 你可能就要注意這一點 不過陽宅基本上是比較重天氣 陰宅比較重地氣 陽宅比較面的角度 比較大的格局角度 陰宅重視那個點 所以有時候陰宅上 會很容易落入那個 比較選擇的說法 比較選擇的說法 那我只是 取出它的差異性而已 把這個跳過來 所以你看 有一些書裡面 形容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各位在這邊 我剛剛還沒看到那個 桃花園 為什麼他有桃花園 桃花園 剛剛都念過這篇文章 桃花園有一點這種感覺 就是 有一個骨魚的人 溺水行蹤 然後呢 穿過什麼桃花園 然後看到一個洞 放著骨魚有光 船都過不了 然後就把船丟到旁邊 人都走進去 看到裡面 裡面人間美好景象 就講這個 簡單的 然後後面就不講 其實他一個人像這個 外面看到這裡就是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繩頭 就是 他是這樣進去的 碰到一層很窄的地方 很喘 都過不了 然後進去 又看到一片 美好的景象 這個地方 我上風水哥有講的 叫做水口 就是 水流入這個區域 要流出去的地方 像這個地方 這個都是水口 就是流出那個區域 通過水口 這個地方在風水裡面講說 要水口 要水口 不通舟 他 開運學書說不通舟 討厭你不說過不去 要放旁邊 其實一樣的意思 只是一個是 外往內 一個是內往外 所以口要很小 所以裡面要很大 要大到 做無萬馬 而那個出水口要 用通舟 比較穿到過不去 其他的形容就是一個 這樣的一種空間 這樣的一種空間 還是那個虛體 就是那個虛的概念是怎麼 用山來塑造那個虛體 人就生活在那個虛的空間裡面 可是每一棟房子 都還有自己的小虛的空間 小的明珠 就是那個大明珠裡面 還有小空間 我現在講這個 其實我剛常常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台灣有一個地方 在清朝中夜以後 北建文是台灣最好的風水之地 一模一樣 那個地方沒有台北市 台北市我們一般講都是說 那個盆地嘛 盆地就是這個樣子啊 不是嗎 盆地就是四邊有山嘛 然後呢 台北如果站住 我們去台北或住台北 台北有一座山 最高山 最高山叫七星山 在這裡嘛 下面一點不是有一個叫沙茅山 然後旁邊有一個文化大學 就是 台北平面就是一個這樣的感覺 然後裡面是不是有幾條溪在流 基隆河 大漢溪 新建溪 最後會從淡水河 從淡水那邊出去 在觀音山邊 其實整個台北就是一個大的 所以清朝中間以後 清朝建台北廠就在這裡面 而且 等一下我會看到 台北廠如果各位有興趣去瞭解 台北廠其實不是正南北鄉 大家如果去台北市 台北有幾條路 舊路是正南北鄉 就是重慶南路會長北北路 沿平南路會長北北路 可是台北城是轉了一個13.5度 為什麼 沒有什麼原因 只為了讓台北持著城牆 靠七星山 因為七星山不是在正北面 是北邊動13.5度 所以這些現象 都必須要從 看醫學的角度去理解 反正真的還不理會 為什麼 那日據事情呢 是不夠的事情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都是以前的 這虎狗不是現在清楚 這個以前 這是大陸的 台灣都有很多地方 什麼縣市啊 什麼鄉市啊 這個以前呢 你看以前在選擇一個 居住的地方 他要選擇一個 群山環繞 然後有水經過 然後在這裡面去思考一個 人居住安身立民的地方 都是這個概念 大概還想去選擇一個空曠之地 大家可能要問我 我在講這個 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件事 北京很空曠的 北京市州五山里 上海還蠻空曠的 上海你要找到有山的地方 還蠻麻煩 開車還蠻久 我大概有去過 不過我先跟各位講 上海和北京 是不同尺度的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從太適應到三個學生 他是另外一個普通尺度 所以這樣不會太大 好 這座視座我只給各位看 就以前的房子就是這樣蓋起來 這個是古書上的 中國的圖 蠻奇怪的 這個 我上次有看到這樣的圖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的金詩 這是名城的圖 這邊有個金詩 後面有個天壽善 然後這條是黃河 這個是長江 國洋土 洞天土 那 這邊海的 全都是台灣 畫到這裡來 都不對 就是 古代在畫這個圖的時候 都在畫一個重點 我不知道他們以前 不知道怎麼畫這個圖的 以前是沒有衛星的 也沒有現在Google Earth 都沒有 也沒有測量的 就不然怎麼畫 搞不懂 畫出來 一定不太精準 可是他畫的都是重點 包含山 燕燃山 溫輪山 然後這個就是今天的那個清湯 就今天的清湯 然後 中熱山 中熱水大概都畫到了 他直接肯定有關係 不過為什麼要肯這個呢 我後面要舉幾個例子 後面舉幾個例子 北京城 在唐朝的時候 有一位風水大師叫梁雲松 裡面有這張文字 我剛剛在講說 你現在都覺得很奇怪 以前怎麼會 會有這麼大的格局 以前沒有飛機 沒有衛星 你剛剛大家看這張文字 他是這樣子說 這樣子說 說到這裡 你知道他說的快會多大 從崑崙山 說到北京 就是 紀都 紀都就是北京 我想講紀都 北京 因為北京是在元朝才開始 京 京叫中都 元朝的大陸 才開始作為中國 其中一個朝代的國度 在那個之前 和唐宋 從來都沒有把北京當國度過 從來沒有過 所以這個是唐朝的時候 唐朝 北京只是在那個北方一個江市而已 稱為紀都 其實就是北京 楊雲松的時候這樣講 各位知道這個詞有多大嗎 從中英國的最西邊 講到北京的地方 然後呢 再從北京往南講 就是後面講 復興 喜天壽山 乃若平洋 你們聊通聊天 荒河前上 荒河 是他好像宅情的一條小溪一樣 他把它視為是這樣 後面還有什麼 軟河 潮河 潮河 再看下一個 宋朝 大家都知道這號人物 諸欣信風水信得不得了 他才為了風水 把他附近的墳墓 撤切了十次還是五次 那各位知道 如果上過課應該聽我講過 宋朝 宋朝相信的不是軟頭派 相信李奇派 那皇室 偏偏 朱熹信軟頭派 所以就有這個講 這個講法 原來說 也還不是當過渡宋朝 所以他有這個說法 把中國的五月 包含泰山 滑山 橫山 然後 南越的橫山 北越的另外一個橫山 還有中越 全部都示威是 好像是我們啊 我們一般訪的一個山河園 前面有幾個山頭那樣子 他把他示威是這樣子的說 來形容我們的基督 我上次講說 大家看看這個歌曲多大 從昏仁山 講到天壽山 大概四五千多米吧 然後再從北京 講到南 南越 甚至 講到江南五里 大概一個三四千公里 東西三四千公里 南北三四千公里 然後來說 景都是一個 中國最好的風水之間 這是古狀說的 古狀說的 我們來看看 這個北京 這早期的北京 好就跳過了 但是蠻無聊的 就是去找Google 20 你現在有這個工具太好用 我每次都用Google 20去看那個樓賣 以前都沒辦法 每次都要登山巡樓 那這個就是北京 是不是北京 好這個大家一看 這個就是直徑城 它就是直徑城 那這個就是它重軸線 從這個門到這個太陽店 好幾公里 那這個 南北牆 正南北牆 為什麼找不得來 因為我要找另外一個 叫明史山領 就是這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綠域 這都是 明朝皇帝的墳 就是這個區域 一樣 山形成一個 像盆地一樣 像盆地一樣 我找這個原因 是我再把它放大 就是可以形成明史山領 古書上講說 天壽山 我一直講到之前 我都覺得好神奇 那知道明朝 雖然元朝跟晉 都曾經拿北京當國都 那都稱為中都跟大都 不是現在的樣子 有點偏偽 現在北京城的這個樣子 其實最早是 始於明朝的明城祖 明朝族 明朝族 早起稱燕王 後來靜南之一 國王權 再從北京拉回 再從南京拉回北京 當國都 所以這個是明朝族 所以這個是明朝族的時候 就是明朝族 明朝族 一共13個皇帝 第一個皇帝就是明朝族 其實我現在畫了這條軸線 黃色的軸線 是明朝族的陵務 叫做長嶺的軸線 長嶺就是這樣 下面這個紅色呢 是北京城的 兩條軸線 我本來看書 我太相信 後來有Google 2 對去 真的叫他 天壽山 這個就是天壽山 可是你去北京城 看不到我先講 你在北京城 真的看不到天壽山 但是在明朝族 你看得到 看得到 我這邊有放照片给你們看過 真的看得到 我就去突然看到 而且是 直接從那個冰仕山 的牌楼 直接有看到 天壽山 可是剛剛 古書上講的 還不止這個 就是因為為什麼 有天壽山 他講是這樣 就是拉過去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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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 都應該要這裡 因為這裡有個昆仑山 昆仑山衍進送到天壽山 這壽山朝南 所以說在這邊 射一個王城 而這個皇城的角度還要往下大概到下面的五六樓的地方 因為講到江南武林 中國人是這樣子定一個牆齒的 我想說皇城 明城主是這樣子定了一個 同時定了一個他死後要住的地方 就是這個 生前跟死後 那個定位一樣都拉在天壽山 而天壽山遠自昆仑 三四千公里往西的地方 而他的格局往南市一直到江南武林 已經是七千公里 所以看北京城不能看到北京市場看一看 沒什麼山啊 大家看到白玉坡那邊有一間其他也沒有 不是這樣看而是看一個大的山脈 所以就是我們從北京講的 這個大格局 大城市 小格局可以當民宅 千萬不要把大格局拿來當民宅 你長當不起 我剛才不是講啊 台灣最好的洪水是第一 基本上都是 宗教堅持 因為個人承擔不起 所以 我常常聽到一些事情說 誰又把那個特地捐給哪一個 套館或者佛事的時候捐出去 我捐出去 他們怎麼會捐出去 那塊地址幾千萬 他就是會捐出去啊 他也住不起 他住了可能都不是那個地 不是那個地不好 而是太過 對他來講 我為什麼特別講這個 因為其實都要有個觀念 風水也是這個樣子 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沒有絕對的對錯 是相對的 是相對的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任何講說 啊這個房子不好 那個房子好 沒有這個事 看誰住去 太好的房子你也住不起 不是很好的房子 只要你的氣場夠 一樣大氣 一樣大氣 這個有機會我們再詳細講 因為人本身就是一個氣場 人的人就是一個氣場 所以真的沒有絕對的好外 千萬不要信口事的話 講的百分之百的 因為不要信他 因為我覺得他都狹隘的話 或狹隘的話 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對的 而且是動態的 是會因此而改變 台湖怎麼會講流年呢 今年的好 不見得明年就好啊 會隨時改變的 最重要的是 你這個人好不好 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這一個 不是那個外在 那種外在是會改變的 當然你也會改變 你如果往好的方向走 其實能替我們更著好 所以我真的是受不了那些電視裡面講的 口罵無非的 講的偷偷勢大 我最討厭是事後諸葛 最近有個講法說 不知道鼎行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的足錯怎麼樣怎麼樣 奇怪 出事你就會講他的足錯怎麼樣 你敢不敢實現這樣 你如果敢生意我就信你 所以有時候聽這些人講話 聽聽就好 我不喜歡談那個 要把那個講度方大一點看 這就是明成主的禮物 這個就是天壽三 哇各位你看看這個格局多大 我只是要跟各位講說 中國人真的不太重視這個房子 長什麼樣子 他重視的是那個房子要擺在什麼地方 而形成一個怎麼樣的大格局 而那個大格局的背後 還有從這裡再延伸到昆倫山 你看那個 請我們主線在做設計做配置 做整體計畫的那個格局 那個角度的多大 而我們今天在玩什麼 玩好了說好 不管我們這個行動好玩 再說好不好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這是必要的過程 必要的過程 我每次看到這些 我第一次到冰森圖的長領的時候 我嚇一跳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你根本不太 不會要在乎那個建議場 什麼樣子 這真的很重要 我上次舉重的例子 一樣 一模一樣的一棟建築物 一間什麼 大小寶墊 一模一樣齒 齒度 寬度 寬度 同一模一樣 把它擺在縫甲爐旁邊 我們需要像一模一樣 他們都越試 對不對 也不錯啦 你看 跟你把一樣這種房子 擺在華山上面 擺在武當山上面 我跟你講 建築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格局 天黨之間 中國一定要的就是那個構築物 不是一樣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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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點講到最好 多建築物 現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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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流行 回到 回到比較自然的 比較原始的 好 還有 很壞 讓它有點靠掉 這個是 萬寧皇帝 明朝 在位最久48年 萬寧皇帝 明朝在位最久48年 明朝在位最久48年 萬寧皇帝 明朝在位最久48年 萬寧皇帝 十六個皇帝 竟然有三個皇帝 站在一起 他只有一個秩序 我們都不太管他裡面長什麼 反正裡面的建築都一個樣子 什麼拜殿什麼的 這就是一樣 保頂 皇城名樓 就是這樣子 每一座都一樣 重點是什麼呢 每一座都靠一個山 然後 最大的山就是明神主靠的 第二個山就是下一個皇帝 越靠越小 越靠越小 靠到最後 然後 明朝從政皇帝 最後一個靠了三個皇帝 就是 人的秩序 跟大自然 和文理是結合的 我用這句話做結論 法明33年做結論 就是 人的秩序 人的關係 是跟大自然 和文理是結合的 我們現在好像不太容易去做這件事情 不太容易做這件事情 不太容易做這件事情 我只是 然後台幣3年 那這個功名我都不談 這個 孫子皇帝太死了 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山水環繞 不太過 來 台灣 台灣比較好玩 這我放個兒講過 因為我們做了台灣 我們做了台灣 我現在講這些地方 大家如果有去 應該去看一看 因為有些地方很近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裡 你現在在這裡 台中嗎 你現在在這裡 這是換你幫我找的 我換你幫我找的 沒有 而且我要講這個 要換我找一張 好 這樣我只要給各位看 台灣其實有三個山脈 一個叫做 這個是雪山山脈 這個是中央山脈 旁邊還有一個東部海的山脈 如果我們開山的話 台灣的山就是這三個山脈 這很奇怪 台灣 整個北部 我剛剛講的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就是台北 就是台北 然後 這個整個水山山脈 其實從台中一直延伸到 我們都知道 中市那邊叫小水山脈 從台中中部這邊延伸到 台北橫地 稱之為整個叫做水山山脈 所以台北橫地是水山山脈 因為中央山脈 不到台北橫地 中央山脈的最肥本就是這裡 就是蘭陽平原 羅東那個地方 就羅東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南北一直走 走到下面 中央山脈這邊有個地方 大家已經知道 在恒春 恒春很奇怪 恒春 從台灣的歷史上 恒春幾乎沒有做到什麼政治中心 不過這地方的一個小鎮而已 但是大家如果去過恒春 應該知道 台灣恒春齁 現在保留台灣 保留最完整的清朝的長牆 如果大家有沒有去過恒春 還是你出去 因為納馬一下都肯定 然後 下次去納馬的時候 順便去看一下一個恒春 還保留大概百分之七十左右 南門都還在 北門還在 西門還在 東門好像有點壞掉 就是那個城橋還在 東尊做為一個 中國南 台灣南邊的一個邊垂小鎮 怎麼會弄一個城 怎麼會弄一個城 這邊是做圓形的 會在那邊 有一點像圓形 北邊的台北城做方形 對 這很奇怪 東尊怎麼是做圓的 台北城是做方的 所以在台東裡面做什麼 台東裡面要做城橋 台客人要做就 就放棄了 是八卦形的 台中城是八角形的 而且台中城的城牆 都已經定位要怎麼做 而且說 做八個門 而且這八個門 全部用八卦命令 前回立正訓來更為 結果 沒有錯 就沒有錯 這計畫在那裡 然後走一下就停止下來 就是 奇怪 圓 八卦 方 然後中間這邊還有一個 叫做新竹廠 新竹是做圓形的 更奇怪 台灣在清朝建立的幾個城牆 都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幾個重要的在洗邊 台灣的洗車 那各位知道如果去就新竹 新竹最近前面有一個 肯東建立的一個案子 叫做東門 東門的那個案子 就是崔文傑老師做的那個案子 其實東門就是以前的東邊的門而已 它真正的重新點就是現在的城牌廟 新竹的城牌廟是重新點 它是個橢圓形的 這個都值得洗洗推敲 不過我重點不是要講這個 我只要講說 在所有的山脈的脈絡裡面 如果大家對台東花裡有熟 這邊有一個廟來的 對不起我忘了他名字 是地道不殺的 我是在這個東部海岸的端庭這邊 南邊如果搭起台東 台東這邊有一個烏南山 所以原住人來講是聖上 就是這個東部海岸山脈的最高 都南山脈被台東邁人視為是一個聖地 叫寶華山 台灣的搖子進入信仰的一個聖地 在這裡 中央山脈的北端 在這個地方 羅東有個地方叫做梅花湖 上面有一間廟叫三清宮 三清宮是台灣的道教總壇 現在是去 前置好像有一個主持人是誰 還在一邊攝影師 然後有分爭 有什麼 有什麼 沒關係 好 就在這裡 我們這邊 這邊就出來 那這一邊有一個很奇怪的山脈 就是這個山脈 就是我們 從這裡叫大富山 這段叫大富山脈 然後這邊有一個缺口 就是我們現在的王典架頭到那裡 這邊不是有一個烏日溪嗎 然後呢 下面這一段就是所謂的八卦山 八卦山 北端這裡 就是彰化大富的地方 南端這裡 就是現在民間 南口民間鄉 有一間廟叫做壽天宮 從台灣玄天上帝信仰的原發石地 就在這裡 下次大家如果到民間 就可以去壽天宮看看 從壽天宮看出來 你可以看到一個 非常棒的景色 就是我們常常講 那左水溪跟清水溪 一清一左交會的地方 就在這裡 就從這個民間鄉 就是壽天宮看出來 因為發現一件事情 所有商脈的兩頭 這兩頭 有問題 這一頭 那一頭 這一頭也有問題 這一頭是什麼呢 這一頭是 問題最大的 就是 台灣很奇怪的地方 叫做複裏 複裏真的很奇怪 下次大家去複裏的時候 注意一下我現在講的事情 你們覺得複裏很奇怪 複裏他們有個台灣的地理中心的背影 台灣是一個 商脈百分之七十的地方 怎麼會在一個中心點 變成是一個盆地 複裏就是一個盆地啊 然後 我們從 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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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這邊 進浦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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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經過國姓 然後就經過一個地方 叫做 往心治療那裡 叫什麼 叫一個什麼南高地 叫什麼南高地 我就忘記了 對 對 有一個高地 然後穿過去以後 進去就是 就是整個 複裏盆地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統計一下 複裏盆地是台灣廟最集中的地方 不管佛教道教 最後我們應該是周恩來的韓式 佛教還有零延三世 還有一個禁圖中的 重要的零延三世 就是 道教裡面 第五廟 如果各位有去過 福利的第五廟 所有的 宗教建築 通通在埔裏 而且不是在埔裏的中間點 都是不是都在外圍 靠著山邊 幾乎形成放射狀 因為周恩講的意思嗎 就是 埔裏是一個盆地 旁邊都是山嘛 對不對 所有的廟 不管道教佛教 都是背山面埔裏 所以形成一個放射狀的關係 包含狀態產生 我在講這個 是要各位 用一個比較大的角度 來看這些現象 有一個說法 聽聽就好 說鼓勵像一個 大家 我們在看電視 會裝一個大耳朵 小耳朵 像衛星接收器 有時候鼓勵像一個衛星接收器 聽聽就好 所以可以直達天 有點奇怪的聲音 在這裡 我以前就是做一拍 就好 在這裡 所以還很奇怪 這個魚賣下來 到這裡 因為在這裡是什麼地方 那就是那個 如果大家坐火車 或者坐高鐵 如果去高雄 其實你不用看那個材質 高雄到了沒有 不用看那些什麼 你只要看窗外 不然看到一座 本來都是平原 家人平原 突然跑出一座山跑出來了 就是 高雄到了 那個山就是那個 滿平山 旁邊不是一個蓮池潭嗎 蓮池潭 那個山高起來之後 一片平原耶 然後就跑出一個山 就是靠海的這一側 然後就滴下去 就變蓮池潭 然後再高起來之後 跑出一個歸山 然後再滴下去 然後跑一個壽山 高雄不是一個壽山公園嗎 然後再滴下去 不是那個港 再冒出來 就是那個 呃 不知道什麼 最長的那個地方 是馬祖廟 那不是他們有個豪行 西子灣南 那個西子灣南 整個 台灣的西部山脈 在一片平原之地 到這裡產生一點變化 人就會住在這裡 人就會住在一個 山水交織的地方 呃 台灣最原始的 馬祖廟之一 就要在那裡 所以 你從台灣的現在 你可以看得出來很奇怪 那在一些 特別的點上 都會有一些 特殊的建築 像是 如果到了 山青宮 你會知道 那是莊山山脈的最平端 那這裡面 就只有回來 欸欸欸 山青宮 這個是 我這個都從 窩窩荷神造出來的 那 這樣看不出來 這邊就是藍牙林園 特別是藍牙溪 那這邊是 雪山山脈 這個是莊山山脈 最平端 再近一點 這邊 梅華府 欸 你知道嗎 他整個 整個 藍牙平原 就是他的民族 你像是 如果去梅華府 一定要上去 山青宮 不管你到信仰 中道信仰什麼 我們現在不是在看中道信仰 你可以不用變相 但是請你爬上去 上去那個 山青宮的廟層 套在那個欄杆上 這個欄杆上 這個欄杆上 往北看 你就會看到 整個欄杨林園 進展園底 這個感覺就像什麼 就像是到台北 看台北不是 看台北最好的地方 不是101 因為在101還要轉一轉 才能夠把台北看過來 台北可以一覽一的地方 請上圓山飯店最頂的 燕輝廳的外達 哇 難看 你絕對可以看到 整個台北 那個是被人 全台灣最好的豐富之地 連山飯店 最後一轉 那 現在被人監探店 上面有個電會中 所以為什麼監探店 要監探店 好 他本來的日記實體 是 台灣等級最高的日本選手 蔣宋美玲 去複聯會 去在原山飯店 把那個選手拆了 那該往要鎮壓 鎮壓 鎮壓選手 鎮壓選手 所以 以前的中山北路是 神道 從台北城 這批事件 從台北城 經過中山北路 就是要去選手 昨天不是有個明治橋 以前不是有個明治橋 讓他拆掉 因為高架橋 我覺得很可惜 台灣其實有很多很棒的 都市的文理 而這些文理 其實都背後 都有一些意義在哪裡 今天的這個 各種交通建設 都市建設 其實都不太管這個 我這樣 前幾年不是台灣 太北在包國嗎 我看那個東西 我當然覺得 有什麼 最近我做得很好 都沒有話說 可是我覺得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就在龍頭 跟他們文化一樣 都一概不管 那個 園山那邊就是一個龍脈 下次你們如果 有機會 在高速公路上 因為現在有兩個 高速公路本來圓塔 還在一個高架裡 整個把那個龍頭都遮住 都看不到 看不到那個台北 下次你們如果 有開車 在高速公路上 經過圓山交流道 那個地方就是圓山班的地方 你在往基隆走 的時候 你注意看一下 左手邊 是不是在內部 大直 那邊是不是有個山脈 那邊是不是有個明水路 是不是很多 豪宅都在那裡嗎 為什麼 因為他就背靠那個龍脈 而且背靠北面 朝南 南側有 基隆河 基隆河 對阿還有一個大的機場 通通都是虛空間 坐在機場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 都有原因的 不過很多的計畫 其實都不太管這些 好 你們再這樣 這不知道什麼 台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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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我講台中 哈哈 等一下我講台中 欸這個很好玩 你看 我們不是講那個 羅東這邊有一個大 叫圍山島 對不對 伊朗那邊不是個圍山島 可是中國這種東西很有意思 就是 你看這個是一個中央山脈 台灣從肯定一直上來的中央山脈 最北端 對不對 然後怎麼會去選擇這個點 來做為台灣的道教總臺 這個三清宮 然後朝北 然後整個是以這個 這個三角形的藍牙平原為明珠 然後呢這個水又從左邊流過來 從左近的青龍方 然後進水而白無防出水 出了之後 出了之後 不論不是出去就沒有了 現在再點了一個 就是 主要水這邊過來 出去再點一個 會三大 不是對稱的喔 就是 它整個形式就坐在這裡 朝那個 南亞平原 然後這邊有一個水山山脈 它背後就是中山山脈 然後水是從這邊過來 最後出海 然後點一個不會三大 定一下 齒一下 稍微定一下 其實它就形成一個很棒的形式 如果你看得懂這些 下一次到這邊去玩的時候 可以多看一些內容 然後上去這裡看一看 這個是從那個湖火場看 這個梅花湖 就這麼小 剛剛很大 剛剛很大 可是尺度上是不大了 可是你真的在那裡 可以看到你們幾個南亞 最大的歌曲 這個就是三清宮 從這邊上來 就是什麼 綿號就是這個 這個綿號 好 不會太無聊 就是轉了一下 如果我什麼 不要看 台北城 不是 台北城 台北城就不看 我們看台北城 就拿去 山王豹 然後呢 這個點 我跟你講這個點就是 就是我們原來的飯店那個點 然後這個整個就是一個 大的運作 然後虛體 這個虛體是以它為定義 所以 新潮的時候就講喔 台灣最好的風水是地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原山飯店鎮 日本人也懂 日本人也懂 這個就是 陽明山山的七星山 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左右 就是 雪山山脈在北台灣的最高峰 我在這裡 我剛剛不講這個角度嗎 這是哪邊講 哪邊講 古書大師不是這樣講 後面 這個是 淡血二口 幾條水就這樣 6666 再這樣 看 這是我們在書上裡面有個章 這個是原山 這是水口 你剛剛不講水口嗎 水入明塔 裡面的榮望嘛 然後水口不通舟 這比例相對的尺度的關係 好 這張圖 這張圖 有意思 這條就是 重慶南北 直接 正南北鄉 台北山形成一個 偏 13.5度左右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讓整個 北天東靠上 所以我們現在到台北 有注意到台北不是有一個北門嗎 在那個宗教西路那裡 北門就在那裡 北門就在這裡 這蠻奇怪的就是 那個北門就是那個轉角 這個城堂就是現在的中華路 因為中路不是很寬嗎 後來不是還做的鐵路 這個就是中華路 這就是宗教西路 這條路就是愛國西路 這條路就是中山路 就是整個就台北城就這樣子 整個台北城形成一個偏寫的角度 所以東西南北人都不在正位上 原來偏的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比如我們從看運學來看 你真的不了解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必須要從山水形式的角度來看 你才看得出來 因為台灣作為一個地方 台北作為一個地方的城市中心 因為它不是北京 它不是北京 所以它的雅鼠也不做在正位上 雅鼠都是在主要包含了兩側 所以如果看那個台灣早期的這些 雅鼠的建築 都是在兩側 都不是在那個馬路的端點 只有日本人來之後 還做得現在的中華 就是在打露衝一樣 所以露衝不見得不好 所以我們需要露衝 我剛剛不是講說我們需要露衝嗎 我們見得不好 如果我們需要露衝 否則留意向旁邊你們看嗎 所以露衝不見得 我剛剛一直在討論 是相對不是絕對 相對不是絕對 走得跳過了 這是日本人畫的 當時這個 這個真的很有意思 以前畫的圖啊 你看這條路 這就是中漢被路 這是明治橋 這就是原山公園 現在左是 這邊就是人的美術館 然後上去以後 這個地方就是台灣神聖 就是現在的人 就是在半邊 這邊一直延伸過去 其實就是大指內 一直過去 往這邊走之後 這個就是沙茂山群 上面這個 沒有完整一下 就是七星山群紫裁點點 所以這邊叫頂北頭 然後這邊叫做士林 我想要這個樓圈很好玩 當樓圈都去過 士林在這裡 士林是在這裡啊 在這裡啊 然後其實以前 激光圈這邊有一條 這邊也有一條 所以 夜市裡面 其實裡面是有一間媽祖廟 那媽祖廟前面的廟層 其實是馬祖廟 在清朝的時候 大陸的貨直接可以 運到這裡 直接上火 所以士林是個河桿 那條路 那條水就是現在集合路 士林夜市旁邊不是一條路 叫集合路嗎 如果去過了 所以那集合路下面其實是水 水道 我們現在都把它改變掉了 改變掉以後 那原來的那個 那個感覺都沒有了 你看那個媽祖廟 你絕對不會想像不到說 那媽祖廟是個碼頭 現在全部通通都是人 全部都是人 然後 我們最多留下 日律時期的東西 現在很多東西都不見了 那我來講這一個 這個 龍頭 上面我客人都跟我講過 清朝的書都講過 清朝的書都講過 說為什麼清朝會建 台灣的主要的政治中心 在台北城 他的講法是說 說這個龍脈 我這樣形容 大家看過龍頭對不對 龍是不是龍頭跟那個 我們人的脖子下面跟那個 集合路上面是有一個 會稍微有點高起來 而且年紀越大 這個就會越高 所以那個如果 你是個老龍 龍 龍脈 不龍 這個地方高起來 古創展的是 齊心山就是這個 就這個 這個是龍頭 所以龍集是這個 然後整個龍身就環繞台北福利 最後龍尾發在哪裡 在觀音山 這個叫觀音山 你看 這個土來哪裡 就是 龍的背景在這裡 這個是整個龍身 最後到觀音山 龍尾敲起來 是這樣子講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龍左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面天神的大屯山 就是大屯山 就是有一個自然公園 在屯林山上 整個是一個龍身環繞 然後再這個龍頭 然後這個龍頭 武術上是這樣說的 那個 就是這樣幾點 武術超過 四十 四十分 然後再快點 武術上是這樣說的 說這個龍頭啊 說 台北之所以是台灣的 最好的風水之地 而且最好的點 就在這個上面 日本人也知道 是因為 這裡 如同龍頭 龍的頭 大家看過五龍 五龍龍頭前面 是不是有一個人 會拿一個桿子 上面有一個柱子 然後那個柱子這樣跑 那龍頭是不是跟著走 這五龍就是這樣子 前面有一個龍珠 他說龍頭 隔江 細水取珠 好 我講這個事情是 清朝的 我們祖先就知道 說解讀整個台北 橫堤的山脈 說這個叫龍頭 隔江 隔什麼 基隆隔 因為基隆隔 是這樣子 曲曲折折 這個動態的 就好像那個龍頭在玩水 而且吸水剛好 取珠 還有一個珠 就這個珠 這個沒看過是龍珠 嗯 嗯 我們現在走入世界 金智世界 明智世界 以前曾經做公務員 也曾經做合成游樂場 對不對 可是前來沒有人知道說 因為管他是不是什麼 知道他是一塊地 可以拿來蓋房子 在台北市地美術館 也不知道他在龍頭前面做文章 旁邊龍塞 設一個學校 叫明城大學 也不知道他在龍塞開學校 這邊有個中央氣象局 那也不管 反正大家各取土地 愛做什麼 就做什麼 我覺得現在的建築在談事情 太狹狽了 真的很強 有時候還是有人懂 早就講 只有一個人懂 就是我們常常去 市地夜市的時候 這邊有個結縣站 他那叫建範結縣站啊 市地夜市那一個 是不是 他是 懸吊式的系統 其實他一開始的事情就講 他在仿一個龍神龍武的感覺 懸吊系統 他知道他在龍脈旁邊 做一個結縣站 這是我們的美術嗎 不知道 我們的走路世界 建築世界 民視也不知道 民船大學也不知道 高速公路區也不知道 那高速公路區也不知道 那高速公路就算了 再加一條高將 龍頭就這樣 他在前面上 都在哪 反正他都不知道 如果現在的建設 這個 失去了一些人文的背景 到最後發現所有的城市是一樣的 只有電體建設 只在建築 這邊有問題 我覺得這都很可惜 我覺得都很可惜 這個都 我就是拿這個 明文來打開 這個多年前 這個龍一聲 就是過來 龍一錦還是過來 龍頭 河江 汐水 取租 這個 這邊還有一個建範 前面紅的東西 漢堅能做 可是他這個知道 這邊也知道 就這個知道 就這個 我們的環境真的需要多一點 我們古代人 對於 我們不要談風水 我們古代人對於 旁邊的一種 掌握 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居留都一樣 他之所以 形成背後一定有很重要的環境的因素 而這個環境的因素 往往是傳統的看影學 可是今天我們在 建設一個城市 在發展一個城市 在重塑一個城市的時候 其實根本沒有考慮這個部分 如果每一個都會考慮 什麼叫地方特色 什麼叫城鄉風貌 什麼叫都市的人文的文理 我覺得都能有機會呈現 所以我們走過都不是這個 所以我不僅要講 其實所謂城鄉風貌 大概坐坐警官 來擺一些圓樹 中中樹 荒洞 這道家具 那其他還有什麼 其實都應該把這些事情 都來考慮清楚 你看以前畫得多有意思 這在畫那個 整個 整個 整個山形 整個下來這個就特別是 剛剛不是在講這個圓山在這裡嗎 山形的地址 掌握這個 掌握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一個 如果大家知道這個就是淡水 這是觀音山 其實這個山西下來 這就是觀渡 如果大家不太會有愁 最末端這邊有個天廟 非常有名的觀渡宮 而且就是觀渡宮 就背著這條山脈 朝這個方向 比如說我看出去 你就看到那個淡水盒 這樣從那弄進來 比如說看建築了 叫做看 我剛剛跟你講 東建築擺在 向旁邊擺在對的位置 那個合曲去玩就說 在台中 沒有準講台中 我先講一下 我實在講一下 其實我不是可以要講台中 我在講什麼 我不知道各位 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嗎 我剛剛講 這是八卦山系 這個是大頭的位置 這長到大頭的位置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民間的首天空 然後這個就是 我們台中是不是在這裡 就是八卦山 然後這個就是 埔里盆地 就是埔里 然後我再抓了一條軸線 各位知道這個點在哪裡嗎 你看得出來嗎 你看得出來嗎 哎呀 大陸去過了 陸崗 陸崗 你自己回去用路過看看 陸崗很有意思 我覺得我們以前人太有意思了 我們現在越來越美味的味道 陸崗 大家說陸崗 你知道有一條陸漿的 我沒有把陸放上來 我發在這裡 我講不完 講不完就沒關係 大家如果去陸崗 如果這邊在海邊 我用示意的就好 陸崗就有一條陸漿彎彎的 對不對 以前叫陸漿彎 現在叫中正路 然後這邊不是有個天候光嗎 然後這個反向 對不對 好海邊那邊去 然後這邊不是有那個 呃 陸漿廟 是這裡 陸崗是大概在這裡 然後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嗯 嗯 海邊那什麼什麼 蜗木板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 陸漿街就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幾條陸 翻過去 其中什麼 一陣災的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有去過的話 對 然後這邊不是有幾條陸 搖陵街 五頭街 都在這裡 就九區下 好 這一條陸 對 我這畫得不像 跟這個上面一致喔 差不多一致了 完全一致 我覺得是蠻無聊的 因為我看古書 看得很衝動 然後正視到底就對了 我還是接觸古歐二世 我這邊很喜歡這個玩具 他現在跟我另一個行動 我只要看什麼 因為 陸崗天后宮的廟室裡面說 說他的朝向正對梅州祖廟 你們知道嗎 媽媽就是到陸崗之後 那邊覺得很奇怪 這條陸崗走 結果要倒著頭回來 進天后宮 那天后宮朝這個方向 有一點西天北 那我就蠻無聊的 就是抓到 現在已經被頂住 那邊這個尺度太強 太大了 你知道這個距離過期 跨過台灣海峽 真的是梅州媽祖廟 我以前太厲害了 你現在也沒有 我不知道他以前 都沒有這個工具嘛 他到底怎麼去定那個點 然後定那個方向 他就知道通天眼啊這個 發過台灣海峽 他就在那邊看到 梅州媽祖的祖廟 你這麼想嗎 他說 天后宮是這樣來的 然後呢 旁邊才有一條 那個不見天街 如果你們有興趣 現在到 現在到這個陸崗的時候 那個天后宮前面 我們前面就是 還有一條路 最後就是有一個大警車場 其實那裡以前都是 陸崗系 因為陸崗系後來 漁塞 所以天后宮前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天后宮的廟場 是一個 這些陸崗最重要的 最主要 最大的一個公共的港口 所以 你知道以前的人 真的很有意思 就是 我今天是一個做生意的 或者我漁為業的 以前那種漁港啊 或者這種商場 然後那些苦壁 那些苦壁就會搬東西 搬上搬下 然後天氣熱 晚上也沒地方去 就在這個廟場 旁邊摟摟一下 爹在上去搬頭 就是一個生活 活生生 渣渣死死的一個生活的場域 然後 以前這樣苦壁的人 出去了 去之前 先拜拜一下 跟媽祖要祈求平安 然後就上遺傳了 然後就出海去了 平安回來 第一件事情 不是 接太太孩子 第一件事情 去謝水 媽祖 保佑平安 那個宗教中間 跟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廟場 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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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廟 我是做什麼 坐在這裏是隔離的 是隔離的 我發現原詞之後 我還發現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書沒寫到 書只有寫到說 天后公司朝著 梅中他準備主廟 然後我就看不到 我說這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我還看到一件事情是 我不知道是跟這個大火有沒有關係 甚至我不知道跟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我猜的 我先講的 這是我猜的 就後面這一段是我說的 前面這段是古書說的 我有印證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實在是太恐怖了 我再跟各位講一件事 更恐怖了 有時候 我也不能講恐怖了 就太神奇了 太玄妙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這個再往後拉 大概在這個位置而已 我再給它畫出來 就這樣講齁 拿齊聽 然後 現在我去的時候 在那個中橫公路上面就是一個禮山賓碗 最近不是要整理出來就開始 開始給它住了嗎 禮山賓碗呢 後面一點 有一個地方叫福壽三廟場 如果大家有去過 那個地方就有高濃蔬菜 高麗菜 以前的退伍軍人在那中橫高濃蔬菜 現在大家在中文 那邊有一個地方叫天池 還有的各位知道天池 如果你們Google上 社群都有 但是我先講 我現在講的天池 不是那個天池 我們現在Google到那個天池 是真正有一個池水塘 然後以前是蔣介石 做這東西像獨家 那我現在講的天池 不是大名 我現在講的天池是另外一個地方 叫做虛的天池 如果那個地理的名稱叫北河安山 大概在這裡 大概在這裡 北河安山 那 台灣有一部分的宗教典人士 那姑且天池 說北河安山 是台灣所有神 紅田的地方 是從來變上校的 那那個地方稱為虛無飄明的天池 那這個姑且天池的行業我無法正直 可是我真的去過哪 現在有一位老師 梁靜吾老師 梁靜吾老師 梁靜吾老師的畢業生 就是我帶雅春 走哪裡 他的畢業生 就是我帶他去 禮山的福祉農場 他去打坐 那一年我們 那一年我們 大概十個學生 我在離生之後 梁靜吾老師沒跟你講過 沒有 我只知道他講應驗的清理的措施 你是被騙的嗎 被我害的 那一年我們的畢業設計 後來 帶了我們全體學生十個同學 開了三部車 然後就從學校向國出發 然後一路就到第一山 到福祉農場 然後到北河灣山那裡 然後一直問他會讀過 那梁老師的畢業設計 就是做這個道理 他沒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就只是一個常坐 那個常坐 面對一個 大概距離大概十公里 就是那個北河灣山 我這樣形容 不管你眼睛閉了多久 你只要眼睛一睜開 你會發現你睜開看到的 跟上一幕是不一樣的 因為 那個山姿是一個背景而已 那個整個虛的空間 那個雲這樣飄啊 晃啊 轉啊 就是那個氣球在那個地方醞釀 你看到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視覺上看到的是一個 不同的視覺景象 然後被稱之為 台灣特殊的一個地方 那今天用 這我不談 那你會想 人間景象 是 空脆亂子 好 這我要說一下 買空打的 是要幾分鐘給你 六分鐘嗎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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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這樣形容 上我課 你應該聽我講過 什麼叫上下手 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講說 這樣叫做 明珠在還 可是我們 你們發現 我們要擁抱的時候 其實這樣擁抱 擁抱的時候 當你要抱住 你知道這裡有個明珠 你要抱住的時候 其實這兩隻手 有一點經典 到底是這樣重疊 還是這樣重疊 就是 就兩種 兩種重疊方式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去爭奪這件事情 或許我們都沒有這樣想 就是 我好喜歡你 我把你抱起來這樣子 抱起來 好 其實 如果你喜歡這個明珠 抱起來 我特別強調 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是開場的 中國的傳統三合院 不是完全一樣 前面常常會有一個圍牆 那四合院是多了一棟房子 所以變四合院 當你從圍牆外 合院外的時候 那個山水行事的時候 看醫學講的是說 要這樣抱起來 明珠要抱起來 所以 這個兩隻手 就好像兩個山脈一樣 這個 這扶桑 這個山脈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 好 這裡面有個說法 叫做上下手 就是有一邊叫上手 一邊叫下手 就是讀上槳 說 如果你家是 你家是 坐這個方向 不管坐北朝南 坐北朝北 都沒關係 如果前面有一條水 這樣經過 水來的地方 成為上手處 水流走的地方 成為下手處 然後很重要 說 如果你家前面這樣 水這樣流過 你這隻手要伸 長一點點 你這隻手要短一點 所以你包的時候要這樣包 可是如果相反 水就從這邊流過來 這個包的時候要這樣包 各位知道為什麼 沒有 就是那個水流動的時候 把那個天氣帶進來 帶進來 就是 上下手的關係 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更細微的 就是 我要講明珠戰法 是在蓄這個氣 可是這個氣 重天氣 天氣是用水來做 思考 從水來做認知的 所以水有流動 來去 因此 兩隻手有上下之分 有長管之分 有高低之分 有輕重剛柔之分 要講這個事情 我現在講的 真的是 黑衣服裡面講的 所以 各位一定要看這種文字 看起來都 喔 看起來好累 其實都很簡單 武術上講的 我們其實對於那個文字 不夠熟悉 其實他講的道理是很簡單 如果了解 就OK 那我這麼講 上我風水課的時候 我都會講過這個例子 我覺得 我想這件事情啊 真的不是 不是老房子才算數 這個日本一個美術館 好像是 機器性設計 但你們覺得他像這樣子 他還怕你不知道 所以中間 中間的廣場做了一個 九風格 你看 就這樣子 兩隻手 只是 有一隻手 像殘飛一樣 這隻 這隻手 像那個 那個洛基的手 muscle 快快 看到嗎 這隻手 他斷掉了 很弱這樣子 這隻手 很強 這隻手 很弱 就是 其實他是一個合院 他是一個 三合院的空間 角度 足跡性也很清楚 中間也很清楚 那個豬也很清楚 是兩邊 因為外圍的狀況不太 而產生不同的差異 他只是用幾何的圓形去操作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他連拳頭都很像 關節也都有 你看看 只是這個拳頭特別小 這拳頭比較大 這關節也有啊 只他用三角形 就是關節用另外一種形狀 那整體的廢人 擬人 擬人的那種 關節就是他 幾何圓形 在這裏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補給就是合院 只是把合院裡面的 攀影學裡面的上下手 誇張的用幾何圓形去做 假如你看不到這個 你就會說 噢 他是一個操作幾何形式的高手 然後做出一個現代的美食玩 其實就是穿跑 因為 這個進去的時候 水中這邊進來 那個渡手這邊進來 然後各位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他在 這隻手做做了對不對 然後這邊立了一個雕塑物很高 你在幹嘛嗎 真的很簡單 這個叫青龍方嘛 這個叫青龍昂首 就這麼簡單 就是有時候你不解讀他的時候 也講不出個所以 可是 他就覺得好看 就大師做的就是好看 其實我自己真的有 一個方法的道理 這邊叫青龍昂首 這邊叫做白虎 馴子 白虎就是 大隻嘛 很雄壯 青龍是不是線性的 而且是旋轉 動態 白虎是很兇 所以就好乖乖地蹲在那裡 就證明不像白虎蹲在那裡 一旁邊上下 一旁邊青龍昂首 白虎馴 其實 我們就在做這個 假如你看不到這個點 那我現在講的意思是 要各位做設計的時候 可以嘗試 用一種方式去解鋪設計 那個解鋪是跟法徑有關的 然後最後是用現代的手法再呈現 是骨子裡還是 好 我們再講 那快結束了 我實在跟各位講 上過我中間的客人應該跟我講過 對啊 我們一般都會講 中國的願令跟中國的建築是不一樣的 因為中國建築是主價思想的 呈現 主事分明 對不對 尊卑很清楚 內外也很清楚 然後很有條理 就像倫語 就像儒家的這個關係 儒家所陳述的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講 圓領不是 圓領是道家的 因為圓領看似都沒有規矩 你看那些房子啊 那些假山啊 那些路徑啊 那些流水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規矩 因為他們有幾何型 看似雜亂如磚 可是卻沒有意境 這我們不談啊 看起來那是一個儒家 一個道家 就直接辦在一起 一個當宅院 一個當宅院邊的 院子 圓子 可是其實 還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宅院一定會有一個天性 我們剛剛不在講這個嗎 就是有一個中庭 尤其是正庭前面那一個 我跟各位講 圓領一定都會有一個中心的水塘 這個中心水塘呢 天光雲影共排團 你覺得它是不是天性 就是用輪同的形式 表現天性 表現那個雲金戰環 在宅院裡面用中庭 在圓領裡面用中心的築景水塘 其實它背後的意思是一樣的 看似不同的文理 其實和自己是一樣的架構 好 我們就跳過去吧 學術士是王思源 如果大家去過這個留言 這個是 這個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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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 因為這是我祖先 劉基 這是劉柏溫 我爸爸追過了 但是我不太相信 哈哈 我爸爸說是 我還是吃了你 好 真的嗎 這個是 各位知道劉柏溫是明朝初年 朱元璋的國師啊 對不對 那當然後來是死於非命 這個 劉柏溫就講這樣子 劉柏溫講說啊 他就給一段話 他在開語脈信裡面寫一段話 好 我最後 喊這個時間 給各位最後了 好 我最後了 他說看語的這件事情很簡單啊 很簡單 只要後面有的小山崗 前面有的小溪流 好 然後呢 你整個穴不受風 就是說 你所住宅所坐落的那個環境 不要被風吹的這樣子 好冷喔 這樣 覺得不舒服 所以你的觸感是不舒服 這個和風吹是ok的 不要被風吹氣善 然後堂舉要正 注意聽喔 我現在小孩子要強調 中國人講的 看語學裡面講的正 真的不是要你做方式 我對這點就感冒 因為現在很多看語學大師 什麼 江五四五四 只要你方式缺一個腳都說 這個方式不好 那請你做完 做一個大佬給我看看 你怎麼樣做是 通通都是方方正正的 不缺腳的 你做給我看 用講的比較快 其實根本都不錯好不好 中國人講的是要正 不是要方 方式幾何形 正是整體的空間感覺 是一個正體整體的感覺 是要穩當的 而不是說那個形狀 不能缺一個腳都不行 真的不是 不然你講正 他說 只要這樣子啦 只要這樣子 這很簡單 只要後面有一個山口 前面有小溪 然後不要被風吹氣善 然後呢 隔氣要正 要滾蛋 不用去看羅盤 豬般瓜里 都不用看 劉伯很錯的 當然 他是標準的軟骨盤 對 不用看方位 對 所以 人家都跟我講 那北方有什麼風啊 對不對 在東天 別方什麼風啊 他跟你講啊 是要不受風 其實他要的是一個整體環境關係 至於那個環境關係裡面 隱藏一些 一些方位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真的不用看羅盤 我在上課的時候常常看到講 羅盤帶的越大 那個水平越低 可是他擠不起來東西 他一直就看羅盤 還擠得起來 就是 我也講過了 現在根本不用帶羅盤 因為現在不要帶手機 手機有 紫北深的軟體 所以Enter下去就知道你紫北在哪裡 對不對 太沒有跟上十分 這個性能 不行 所以 不要被那個騙了 不用穿那個 不用掛那個 不用拿那個 好 最後 這四個 八個字 不錯 今天時間控制還蠻精準 在我們李主任的監視督導之下 對 其實我最後再講這個 我們系長 我們系長 我們五樓系辦公室 本來中間那個廳圖是 本來跟老師的幫助那道牆是濕牆 對不對 把它打掉 把它變成玻璃的 感覺上就舒服很多 其實我對於那個空間 還一直有的感覺就是 那邊為什麼不放掉 那邊如果整個都放掉了 當然上課的電容片 都一樣 是少一個空間 可是那如果放掉了之後 可能會更好 就是 當然我們對於一個 最重要的空間 到底要做什麼用 我覺得今天從談到對 最主要說 最重要的不是具體 最重要的不是那個 適合可見的東西 而是一個可以納生的 可以做任何使用 可以 需要這樣用就難用 需要這樣用就這樣用 它可以去容納 生命中的各種不同可能 假如 我們在思考設計的時候 是機能主義 說 有這個空間 有這個需要說 要做這個空間 有這個需要做那個空間 你會發現生活中 一個真正好的住家 一個好的家 那個空間還真有一點麻煩 因為 整個生活的過程 當中 生命過程間 是不斷在變化 你本來當兒童房的 過個十年 他變成少年 再過十年 還要去吃 去吃穀了 所以 時間是會改變 那個人的使用生命的方式 硬體是用的主要在上呢 其實中國 出現了一個很棒的空間 就是 剛講的那個明珠 就 你愛做什麼 就做什麼 你愛打太拳就打太拘拳吧 愛下棋就下棋吧 要當兒童遊樂場就當遊樂場吧 有家裡的兒子娶媳婦那就娶媳婦吧 有老人家過世就在那邊處理吧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那個地方做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最有彈性 最有適應性 對於一個大自然的一種動態包含人的 所有的一切都在動態的變化當中 適應性最強的一個環境 而這種環境往往是虛的 往往是不具體的 好 今天只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各位談了一下 如果紅角的隨身還沒修過我的課了 明天可以 今天只用兩個小時 嘗試一下 謝謝大家 我知道劉老師的東西 其實兩個小時確實是沒有辦法講的 好 現在還是 因為劉老師是我們機器上接任老師 先從專任間接任 但是劉老師每次從大學下來 為了多少學生去考滿院 所以我真的希望同學們好好認真上課 這學期中間 講本是下面講 接著上 其實我們今天兩個小時沒有辦法談全 本來我們設定 希望國藍藝老師能夠透過節氣談風水 後來我們發現他談風水的方式 跟料理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他談風水就會告訴你說 節氣的觀念裡面 然後也是一樣 人家皇帝會要求你 然後你可能會有遺失 然後遺失會在哪裡產生 然後跟你節氣 因為你有這些事情產生 那你要賣的要拜的 就會在哪些空間產生 那今天劉老師老師可能是 從一個配置格局跟建築 然後之前你要生活 甚至到最後的寧願 那雖然不用很多 但是給了一個很出息的概念 那其實我們今天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兩個小時沒有辦法 那我覺得我們真的就是要向朋友們學習學習 但是在座的因為是有中間同學 那也有節氣的空間 那節氣的同學 你們都很熟悉的同學 跟同學講師的一課 希望你們能夠懂會 就是把風水這個事情 是融會在你的生活 因為就像剛剛提到的 如果我們的現在的生活 不重視更大的一個尺度 那我們只在很小的基地做設計 那我們就真的是沒有辦法 顧到我們看有的自然之道 天然之氣 還有人跟人之間 產生著文化的能力 那現在都切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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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被切斷 所以節氣的事情 跟今天蔡老師 到最後台的事情是一樣的 節氣談到最後 其實就跟剛剛老師講的 留下很虛 然後跟那個不可限量的變動 在我們的生活中 那其實不要覺得很滿 反而用更虛的一個角度 就像我們的K系 就像我們的城 那我們在自然當中 我們在自然當中 我們在自然現實生活中 因為限制太大了 我們可以有的彈性質十小 就像我們後來在想說秦樓 五樓到八樓 永遠不會用護士媽各位 可是每次移圖的時候 所有的走廊全部都用到 每一個空間全部都用到 對 我們所以從來都不會想到說 要把這些空間點退掉 我一久我們真的認為 當時我也自己想說 他其實就是應該是一個空間 所以如果我們一百五年 是入學院的機會 說不定我們應該把四樓拿下來 這自信 然後我們一就打開 然後有一個樓梯 四樓 五樓 一路上來草風 應該是很想要 說說嘛 你說說嘛 你說說嘛 有空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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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坐樓梯 然後站起來 有空階本 那今天我想問一個 那底下如果你有問題 在問李老師 因為大家做久 因為待會兒還有空 你就不在問老師 但是有一個密報 就是明天那個 王政華老師 真的明天 要演講 對 其實大家都知道 劉老師 對 真的 在台中 大家一定要聽 對 然後 因為王政華老師 特別愛我們講的學生 我們的老師 他 我們兩年前 三年前請他來接聽 他在這邊講 三個半小時 同學們 你去上廁所 都不敢去上廁所 然後他看著同學的那個 看著同學的那個 看著同學的那個 你只認真聽他的眼 然後全台灣已經沒有學生 是這樣認真聽他的眼 他講的那個眼珠 都在泛內光 你就可以知道 這位老先生 就是劉老師 也是我的老師 就是這一輩投入在 其他的題目 就是 生命中的七 生命中的很多都在找 就是 我還把他點那個 找出來給你們 就對他來講 他的這一生 其實就是為中國建築而活 那 就是像劉老師剛剛講到 他現在在傳達的事情 所以 明天的演講 其實應該是很難的很貴 他要不嫁到台中 他現在幾乎都是在台北 那 我現在要找來 麥克風的 你再撐個一分鐘 好 好 我吵一下 我有FB出去給大家 但是 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本來不知道這件事 把你計畫中的事情 先克制一下 我跟各位保證 一定 我跟各位保證 不能講 一定值得你 花這幾個小時 去聽王老師 講的東西 我跟各位保證 千萬不要想要 聽懂 知道我講一下 不要想要去懂 他講什麼 你要應該是 你要去 你要去提 他講的是什麼 去用意會的 去用覺知的 不要想要去理解 想要去分析 就是 不是用理性的那一套 就是 你聽完之後 你可能 什麼 你去把自己放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三歲已經比較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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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小時候不會辨別什麼 沒什麼會快 我們現在有點混濁了 我們也會一樣 就是 開始學所謂的知識 可是你這樣知識多了以後 其實你的執著會更弱 你的狹害性會更嚴重 所以 那個 新的開放性不夠 我相信王老師一定會跟你們講到這個問題 因為他會碰觸到一個最內心深處的事情 他一定會跟人講 這個新台主題的事情 至於那是什麼 我知道 我也沒辦法說 你應該聽他說 而且我覺得他們一次說 上一次 就是跟律主題講說 會來這邊講三個半小時 我最近聽他在講這個事情 講得更偷窄 就是他不斷在講的時候 不斷在自己在思索 自己在用生命在實現 在了解這些事情 對 王老師是一個我非常尊敬的老師 是代表碩士論文的老師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同學講過去大家 討論論文 早上去九點 晚上九點出來 那前一次他在跟我談這個事情 他說記得這個事情 他問我說 最近有沒有時間 早上九點去 晚上九點出來 是這個 我真的沒有時間 不過我覺得 台灣很難得 大陸那邊 都已經有很多人請他去 談談話 台灣已經很難得 有這樣的一號人物 我必須要講 台灣的 你建築背景 因為我們都學建築 你建築背景 知名的學者 韓先生是一位 韓先生是一位 韓先生絕對是一位 那韓先生感覺上是 他已經在台中的科博館 當過館長 走入這個議員 那王老師是 他是長大建築教授 各位知道 王老師長大七十歲了 那個年代的建築教授 就長大建築教授 就長大建築教授 那他是長大建築教授 畢業後 完全走入 他還是李祖仁的學長 他完全走入學術 完全走入學術 很難得 台灣有這樣的一位學者 而且把建築教授 談到一個非常高的層層 另外 大家去一開眼看 我們特別注意 一位人物 就是 王老師的夫人 我不知道她都是師母 師母 長師母 王老師 請各位 看看 什麼叫做夫人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已經看不到這個人 好 就算你們都能聽不懂 去看看什麼叫做風範 好吧 去看看什麼叫做學者風範 一定要去聽 九點半 民權度 二一三三六號 本丁到茶館 我真的建議你們家一定 一定 一定 讓現場報 真的 讓現場報 我就是一個 這樣的年紀的一個學者 在這邊 學術靈印經營這麼久 需要得到你們這些年輕人的努力 然後你們去體會一下 去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風範 OK 好 來 好了 我講完了 好的 那個王老師呢 特別三天前打開給我 我講了快一個小時 他其實就是要告訴我說 有一個演講 然後他覺得他最近 又成長了 就是已經對 又成長了 對 所以他就跟我說 那個一定要讓同學們 知道這個演講 那你們要去不去 你們可以選擇 但是他要讓大家知道說 他來台中給了演講 那時間是明天早上九點半 在明天路 243項6號 是一個舊的日本艦舊改革 叫做本丁道場館 應該就是在台南大道 明天是教會同附近 那題目是 是明天中的七個位格 以及七個階段 應該手藝經驗生出來吧 不要幫他檢視一下 噢不行 我不敢 好 我們都沒有人看 我們去也都是乖乖的 坐在下面聽演講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就到這裡了 那最後如果有任何問題 就到這裡